这件事官方已经讲了它是精髓肺炸 它那个毒还不大 但是仍然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就是说在处置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官方在长时间没有告诉本地居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废水 对居民有没有伤害 这个通知处置是不够及时的 第二就是说当地有反应 这个水它淹没了一些化工厂 淹没了一些仓库 那么这样的话会不会从化工厂里 带来一些次生的污染 这个官方要及时的进行说明 第三点就是去过现场的环保组织也好 还是去过现场的记者也好 这个海话集团的存检厂 存在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渣场 那么这个渣场里面 它为什么那么大 然后它储存的都是些什么 那么它溃坝以后 会不会给附近的居民也好 附近的厂区也好 带来一些危害 这个是应该进行说明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